这是一间诡异的课堂 只见女老师写字时 却不停地往后看去 原来她教的学生通通不是人 而是一群利物 只见他们悄悄起身 然后直接向菜花扑去 好在胆身毛的菜花 及时扭头 卢者的悲剧的发生 随后她赶紧丢下粉笔跑了出去 但就在离开时 她发现明明只是上了两分钟课程 现实中却是过去了整整五个小时 回家路上 菜花的男友找到她 直接拿出监控录像让她看 因为她发现 菜花最近一直对着空气说话 所以很担心她的安危 很快在男友的带领下 他们找到了有名的驱魔大师 大师见菜花额头发黑 于是拿出一个驱魔棍让她傍身 次日菜花赶紧来到学校 拿着大师的驱魔棍来建家邪魔 但那群恶鬼却始终不肯离去 气急败坏的菜花 直接拿起驱魔棍杀死了所有人 第二天一所高校的女老师杀害 所有学生引起了社会的轰动 这时校长也来到警局接受调查 可菜花却说她不是校长 因为她见的校长明明是个女人 原来菜花看到的所有学生和老师 都是在那场大火中死去的人 而菜花的男友 也在前两天用螺丝刀自尽了 就连大师给菜花的驱魔棍 也是男友自尽使用的螺丝刀 故事的最后 菜花被判为精神病人 带进了精神病院治疗 其实阿飘并不能伤害我们 能害人的是自己不坚定的意志力